大家好,我是大宋美 我现在位置是在沈阳 比较火的一个夜市 叫踩塔夜市 我正前方就是沈阳的踩电塔 全高是305米 这个塔是混凝土结构的 小老店粉丝啊 宫廷土豆 我真没吃过 咋卖的 8块钱 3块钱 8块钱 8块钱 但是你叫这个名叫挺好 宫廷土豆 哈尔滨哪四大一市没有啊 人家就是哈尔滨总店 我是哈尔滨人 我咋没吃过呢 这就是哈尔滨过真的 哈尔滨什么地方呢 四学谷夜市啊 哪儿 四学谷夜市 四大学谷夜市 我真不知道哈尔滨 小沈什么 小沈 那他手机 微信都有 小沈啊 别给他做话了 行 宫廷土豆 说是哈尔滨出来的 我身为一个哈尔滨人 上沈阳夜市来吃的啦 哈哈 不是甜的 吃那种酥脆的感觉 就像挂姜那种酥脆的感觉 它是麻辣的 味道确实不错 嗯 这里边有特殊的酥 贵的不错 好 可以 这是什么呀 多少钱啊 两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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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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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云南桂花糕 刚才师傅你挤的是什么 桂花 橱桂花 就桂花 没有油脂 没有甜度 清香 啊 就是桂花 对 橱桂花 啊 这花香的味道 花香的味道 好甜的 这边有糖 背面有糖 有点香醋 又甜又黏又清香 挺好吃的 我喜欢吃甜的 俩都要我造媒了 挺好吃 其实啊咱们东北第一件事啊 都差不多 集合了咱们全国各地的美食 小吃 烤冷面 手刀饼 那儿一个手刀饼 圣经烤腰子 来吧 PK一下 跟我们哈尔滨的烤腰子 有什么区别 不是 那儿再咱们去吧 腰子多少钱 四八万钱 啊 你就挑点这个 辣椒粉 啊 放点咸那儿 啊 盒子也往盒子一撒 蘸料子 啊 他这个跟我们哈尔滨 那个烤腰子 它区别挺大的 它这块大 而且撒着料太多了 看我感觉 都把这个腰子埋上了 我没吃啊 就已经闻到这个料的味道了 料味太大了 还蛮香的 它这个烤的火没那么大 不像我们哈尔滨烤的干巴的火大 吃吧 腰子味挺浓的 我说的腰味 大家都能理解吧 就是腰的那种 那种味道啊 我不形容了 我觉得啊 东北美食一家亲 它俩不分上下 男人都加入战啊 八方四什么意思 你们沈阳出的啊 这个 就只有沈阳有 八方四 这个八方四是当年张座林站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汽车厂 是吧 对 1920年 哦 它这是 路角油边 在哈尔滨是 蒜苔 羊排 这个区别 他是 有 你 有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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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